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可能成为中国男拼新的接班人 2009年4月28号 横滨视频赛开赛 在中国乒乓男队的参赛阵容中 年龄最小的许新格外引人注目 在本届视频赛前的队内选拔赛上 只有19岁的许新取得了第二名的成绩 被称为中国男拼最大的黑马 那么许新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他有着怎样的特点 横滨视频赛前 我们来到了中国乒乓球男队封闭集训的宁波北轮基地 和许新来了一次亲密接触 初进许新是一堂训练课结束后 他和队友打了个赌 看谁能把球打进远处的盆栗 进进了吗 必须进 我妈说让我谦虚点 许新和虚心 今天看来我们不得不佩服许新妈妈的先见之明 因为许新的最大特点就是超长的自信心 就跟原来玩游戏一样 只要我想玩的 就必须在我认识这些人里边玩最好的 2006年 16岁的许新被国家二队选中 进入抢手如临的国家队 她的自信可是一点都没有减弱 刚进二队和一队打一个交流 当时刚进那时候和他们打 就是胜负是一半一半 我感觉其实 没进国家队的时候 感觉那一队的球都挺好 但是进了二队以后 就感觉和一队的差距并不是很大 也就是这个时候 许新引起了一队将练秦志俭的注意 因为她的打法跟我打法是同样的 我以前当运动员打法也是左手直拍 她这种打法比较显眼 本身我又是打这种打法 所以一眼望违基本都能看见她 就训练那种样子 把我表情啊 就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关进她 进入国家二队仅仅八个月 许新就晋升到了一队 秦志俭主动把她招到了自己的门下 她自信 她在场上 就凭她这些技术能力和她这个战术能力 她在场上能抖露出来 就是说不会说市场 也不会说惧怕对方 也不会说懦弱什么样去躲 她会在场上展现出来 我就这么点东西 我就这么二两肉 我这些拿出来没问题 这一点她是比马龙强 但是能力和技术能力和这个 整个战术的这种战术仪式还可以 主要是技术能力写的 还是现在单薄一些 在当时 这种单薄的最大表现 就是许新的一定速度慢 主教练刘国良 甚至给他的动作起了个好听的名字 云中漫步 那边场上许新还打着球 这边场边 刘国良和秦志俭 就学他学了个独意乐部 刚开始来的时候 我跟他说 我说许新 我说你这打法 这个节奏和这个速度 我说我退役的时候 三十岁的时候 跟我那个节奏是一样的 他看看我 确实是一样 很慢 那球都能上 他们感觉我有点像不倒翁 有些球一般人都够不着 可能我手比他们长点 然后尤其是这种球 我够我觉得他们可能没反应 因为这个慢字 许新可没少受教练的几队 这不刚休息一会儿 秦志姐就又开始拿 许新的体重说事了 只能跑这一天了 吃太多了 你废话 你背二一一一一一一 你跑得更快 吃太重了 我才七十一 不是七十五 七十六 多四个 有时候开玩笑的也聊 他说 学长您说我就是不好的 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这个不对 那个不对 他说现在说的 我一点自信都没了 打击我 打击得够呛 不管在我怎么有自信的时候 他都得说 他的意思就是 别让我盲目自信就行 就一直要压着我 除了曼 曲新还有一大特点 蓝 蓝 因为我从我 刚才来他主到现在 他对我这个字的减价 是最多的 从小就是来看教练 教练在 教练在 我可能就表现得很好的 你如果不看他的话 他基本上 晃是刚来的时候 而且他有时候会瞄的 你来没来 你看没看 所以 清智姐不仅要经常 陪着曲新练球 有的时候 还得斗着他练 十个 七个算机 六个算机输 他并不是说怕练的 他不是真的 他只是说是 希望你去关注他 你盯着他 你确认他的手 他确实练 他练趴下他都能练 而且很能练 这是我后面慢慢渐渐地发现的 交叉到肩 我怎么听到肩 这谁光是肩 腋下跟肩 这个不走 这个 腋下跟肩都不走 不过直到今天 曲新的体能在队里 都算不上出色的 挺快 挺快 他其实劲儿是别的大 看一看 同样的身体训练 别人做完了谈笑风生 曲新做完了 呲牙咧嘴 尽管体能不占优势 尽管技术仍需提高 但曲新的进步非常快 在本届视频赛前的 对面选拔赛上 曲新接连战胜 王丽勤 马林等主力队员 总成绩排名第二 你看我对专业力 比什么重要 比赛离我打一些神球比较多 有时候打得好的时候 灵感一出来 打那种球 可能对方也想象不到 教练也想象不到 他自己自身所具备的那些能力 是我以前所没有观察到 就通过这一段时间 我觉得他的进步 其实这段进步还是很快的 是队里最快的进步 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所以说这个潜力是巨大 千万不要想想看 本届视频赛 雪鑫和马龙的双打组合 一路顺利过关 进入了最后的决赛 黑马雪鑫 能否继续给我们带来惊喜 今晚八点男双决赛 让我们共同关注雪鑫 你也别忘了 我认为我们带来 我们下午两个月 我看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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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